不不 1931年9月18日 日本关东军在柳条沟引燃战火 东北军奉命不抵抗 政府只能诉诸软弱的国连 1932年1月28日 日本海军炮弧上火 十九军第五军奋起抵抗 这场战争打了一个月 在国际调停下签约停战 在北方 1932年2月 日军破余关杀进热河 七万四千多平方公里的江山 七天中沦于敌手 全国震惊 华北军事首长张学良下台 1933年5月 渴望喘息的国民政府 不得不寒悲忍辱 签下了唐姑停战协定 虽然事后 我们看到这个协定 确实为国家争取到了 三年又八个月宝贵的时间 但是当时的知识分子 默不心如刀割 羞辱气愤 全国各地呼吁政府 抗日的声浪 呼啸沸腾 就在这个时候 蒋介石飞到了西安 召见张学良 命令他完成最后的安内任务 没料到张 杨和红军 已经结盟 逼蒋抗日 以至武监厅的枪声 硬实响起 我们用了一点时间 把上一集 蒋介石在黄沙车站 出发北伐的现场 跟十年后的 西安武监厅连接起来 目的 再让各位大致了解 中国人在这十年间 互相残杀 血流营野的欺利 与恶陵压境 政府御震发力 忍辱求存的心酸 车子在开往西安的路上 孙明九说 我说我们副司令是 拥护委员长 领导我们抗日 打回东北 完了他接着说一句话 他说我也没不抗日 我没有不抗日 这句话 便是往后几天 蒋和张扬对话的重点 张学良接受了蒋 潜心准备抗日的诚意 让轰动全世界的流血事件 不再流血 16日 周恩兰来到西安 22日和宋美龄 宋子文 端娜 在这个房间里冷静讨论 25日 张学良护送蒋介石 回到南京 西安事件和平结束 当时各地勇奖的热潮 超过想象 北伐以来 蒋介石第一次感受到 全国团结力量的震撼 但也意味着他 必须改变 先安内后让外的国策 一致对外 1935年11月 国民党在南京召开武权大会 蒋介石发表 和平未到绝望时期 绝不放弃和平 牺牲未到最后关头 一部轻言牺牲的最后关头演说 此时 战争已如箭再选 但经我方斡旋 又撑了一年七个月 1937年7月7号 日军界演习为名 在卢沟桥再起挑战 蒋介石任 最后关头一到 下令守军宋哲元就地抵抗 7月8日晨 第一声枪 在黎明前的黑暗中相惜 从此揭开了 鬼哭神嚎 惊天动地的 中国对日全面战争 8月22日 军委会下令红军改变为 国民革命军第18集团军 国共两党 在分手十年之后 第二次合作 卢沟桥士起 日本在半个月之内 从本土和朝鲜 动约18万军队 开到华北 29军苦战24天 北平和天津相继失守 假如照这样下去 结果会是什么 蒋伟活 所回答的这个问题 如果让他从北一直向南打下来 主力顺着银行路 有力之一步顺着银行路 这样下来 那么国军就被敌到东南的沿海 就被包围而前面 这个仗就打完了 因此要如何的使日军的主力 它的作战线 从北向南的变成由东向西打 我们背对着自己的基地 边打边退边打边退 这样子的空间 来换取的时间 才起作用 我们主动在松阜地区 引起另外一个作战 这等于是外国人说 才被第二战场 从八月初开始 军委会就调集全国各地部队向上海集结 可是当时交通工具缺乏 动员条件拙劣 四面八方涌进的军队虽然有的大火车 有的乘船 但大多数还是靠两条腿徒步行军 所以有许多部队 当他们赶到战场上时 仗已经打完了 第一批抵达上海的是从南京来 王敬九的八十七师 和孙元良的八十八师 他们两个同是黄埔一七同学 八月十一日 第九集团军总司令张志忠进驻南巷 下午八十八师 先头部队二骑彭耿的262旅刚到真如 孙元良就抢得先机 领军直指扎北 占据了北火车站 这些部队都打破了 128松户停战协定的规定 深入禁区 日本陆战队吓了一跳 因为这是出乎他们意料的突发状况 八月十三日上午九点开始 日军与他们优越的海军舰炮 向闸北中国军队的阵地猛烈轰击 下午三点 我军五二三团第一营在八字桥和日军遭遇 正式展开了昏天黑地的松户会战 闸北是个高楼林地的都会区 所以松户这一役 打一开始就是以短兵相接的巷战形态揭开序幕的 日军把大炮架在大马路上 在上百万人口的闸北区平行射击 造成了难以计数的平民伤狂 8月14日 国民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 军事委员会蒋委员长同时下达总攻击令 八十八十 八十七十前仆后继 奋力夺回头一天被日军占领的池治大学 武州公务 沪江大学和八字桥等居典 并向日军盘踞着沙场进攻 参与这一波攻击的八十八师弟兄 一辈子都忘不了当时的境况 八月十三 咋的 八月十五 我们到底把上海所有的实际 叫日本人站的地方冲冲拿过来了 就一个大沙场没拿过来 结果说我们这个五日散传 攻进去一个营中他的殿王 一个营整个都死在那个大沙场里头 他们冲进去的那个沙场叫公大沙场 正好也是日本驻上海的海军陆战队司令部 真叫踩上的地雷 除了公大 双方在辞职大学的战斗也相当激烈 头一张 这个女长就争亡 除了四张以外就是女长 一个女官两团呢 她都到前面去斗战 那么都争亡了 一样我们的牺牲 这位旅长黄梅兴 黄浦一期 驯国十年四十一岁 松户之战的第一阶段叫攻 我军是趁着日军援兵卫道 阵脚不稳的空档 以三十六八十七两个师 加上地方守备部队 和日军在鸿口到杨树浦这一条战线上 进行一条桥又一条桥 一栋楼房又一栋楼房的争夺战 这是日军在中国战场上 第一次吃到我军强力攻坚的目的 这个时候 他们只能以空军和箭炮 向冗户上海的中国军队进行反击 从8月15日开始 日军凭着优势的空军 开始密集轰扎上海时许 十里洋场一日之间 沦为十里火场 护航永铁路的上海南站 被炸得片瓦无存 当时在车站里候车的旅客 两百多人当场被炸死 一个失去亲人的诱饵 无助地坐在废墟之中 嚎啕大怒 不知道这个世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战争的残酷 在摄影记者王小婷的快门下 留下了永恒的正眼 这张照片 当时曾经披露于世界各大爆刊 使国际友人对日本侵华的事实 多少产生了一点人道的关怀 这个时候 日本援军纷纷赶到 迫使国军结束了十天来的猛烈攻势 日军从本土出发时 日皇曾经问路向三山园 支那的事件 何时可以结束 三山园回答 三个月 这便是所谓三月王华一词的由来 8月19日 宋西连的三十六师 夏楚中的九十八师 二九四团 两位也是一起的兄弟 远从华北赶到了上海 而日军 从八月下旬开始 紧急动员的一个月之间 陆续投入松户战场的兵力 既有六个师团 一个旅团 以及从台湾来的重腾支队 八月下旬 日本援军是沿着 吴松口到刘河口 这条防线登陆的 假如任日军在此一地区 建立滩头阵地 他们势必仗着 机械化部队的绝对优势 在空旷的沙丘平原上 沿着这一条战线向内陆推进 进而对上海地区 形成了大包围 一旦日军包围成功 上海就完了 陈诚十分了解自己的处境 他必须以有限的兵力 与简陋的装备 在滩头上拼了命 阻挡日军的前进 从此 松户一战 国军便进入了 壮烈无比的第二阶段 反登陆作战 堵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 松户战场上 左翼陈诚管区的战斗序列 陈诚的左翼军 十二位师长当中 有九位来自黄埔 这对指挥官的命令执行 十分关键 日军的正面 从海上登陆 在箭炮的沿路下 他们机械化的部队 迎着空旷平坦的滨海地区 如虎添翼 为不可当 此时此地 我军想要保住一寸山河土地 除了手中简陋的武器之外 恐怕只有一份誓死如归的豪情 从刘河口到乌松口 我军虽然在敌人密集的炮火攻击之下 并没有一个口愧退 沿岸村镇如狮子林 岳浦 宝山 吴松等地 也没有一个据点 日军可以轻松拿走 像夏楚中的九十八师 守狮子林 岳浦一线 宜军一上岸就丢了 但到了晚上 我们就抢了回来 可惜 守不到一个星期 他们再度来贩 苦战两昼夜又丢了 镇前的伤亡无比惨烈 周延的第六诗 增援吴松镇 在火网里撑了十天 一个师剩不到二百人 只好回嘉兴整补 宝山城撑到九月初 全城只剩下二十几个人 殷掌姚子青 及和仅有的弟兄 宣誓绝不退缺 他说 殷掌阵王 连掌指挥 连掌阵王 排掌指挥 都阵王 还有班长 我们誓死与阵地共存亡 来生再见 这二十几个人 结果全部成员 军事委员会于八月二十日 把曝露于敌前的省份 化成五个战区 他们分别是第一战区 河北 御北 第二战区 晋 查 虽 第三战区 江浙 第四战区 敏越 第五战区 山东 淮北 现在 让我们到第二战区 看看同时发生于 1937年八月的太原会战 平津沦陷后 日军为了决夺山西的煤矿资源 兵分两路向西进铺 北路走南口张家口这条线 南路沿平汉路南下 在石家庄右转入境 北路日军在南口 被汤恩伯堵了二十天之久 才进入山西 板元征四郎的第五师团 先杀五台山下的灵丘 七十三师 苦手十天伤亡殆尽 摆下阵来 接着 战事蔓延到了平行关 这一仗 我们留在以后 用专题来讲 现在 先看太原会战的 一个重要战场 燕门关南方 太原以北的新口 新口北方的元平 于十遍六日便遭到日军的攻击 守军六十六十一九六旅 江玉珍旅长 苦手了五天 阵亡七手 原平沦陷后 新口的中国军队便陷入了苦战 守新口我军主力为魏力皇的十四集团军 和阳爱元的第六集团军 他们和南下的板元师团 在新口 宁武和五台山区发生激烈的阵地争夺战 他北天拱上来 我们就撤退了 然后我们下来以后再军队越外再拱上去 这一个山头一共多了七次我晓得 因为我们每一次都有参加 在那个山上的时候 我们的士兵跟日本人的士兵的死体 强劫 摆得满山斗死天 双方面都没办法清理天长 这一役第九军的伤亡极为惨重 军长郝孟林上将 齐齐士齐 从贵阳千里迢迢率率部队赶来山西 不料一战成人 年仅三十九岁 他的五十四师中将师长刘家琪 在新口和百元血拼七天 全师胜不到一百人 自己战死疆场 但掩护有军第十四军脱离火线 十四军军长李莫安 黄埔一七 是当时军阶最高的黄埔学生 娘子官 由第二战区的副司令官黄绍红 率西北军孙连仲不把守 起初打得不错 后来由于心口吃紧 调兵驰援太原 为日军所成而失守 太原 延锡山的大本营 是个一手难攻的城市 由心口南下 这里群山环抱 只有一条羊长小道晚年期间 正是防堵日军机械化部队的天然屏障 但新上任的守备司令 副作义 手上只有一个诗人马 两头援军都够不着 太原只打了一天就撤手 双方斗远50万之中的太原会战 就此落幕 现在我们再回到第三战区 陈腾的部队从9月11日开始 沿着长江以南 潘津以东 这条战线 虎守了40天之久 这是苏护战役的第三阶段 日本精锐部队在这一条战线上全力抢攻 40天来 事实上仅仅向前推进了5公里 这期间 悲壮惨烈的故事是很难说得尽的 官兵的应用啊 犧牲的有余 国家不怕死 这个是血肉之趣的 我们这个鲁军来讲啊 除了中央军有机关枪 一个私有一个炮兵营 四门三炮而外 没有啊 我们就靠血和肉啊 各省的军队来只有补枪啊 两条车一支枪啊 他的战车我们怎么对付啊 自保费用 自保费用 混起了个炸药 他人的那个战车来 来压我们的当兵 一压 连我们的人 牺牲一个 他的战车也牺牲一样 就是那么干 有没有炮有没有什么 我们都是陆军 可怜了 我们来是武器啊 士兵呢 都是新兵 没有作战经验 但是干部呢 是比较有作战经验的 但是这个新兵 从这个老兵呢 这个在一起了 这种老兵也可以 带这个新兵来作战了 在小海作战的这个 我们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就补了五次 这个补枪的兵呢 加上你是四十一师的 九十五师的 这个符号啊 都没有符号啊 没有符号啊 没有符号啊 第一次符号 就死掉了 那罗电纳的小地方 我在那个地方 居住仅仅四十三天 这是很不容易的 四十三天去啊 来来去 伤往很大的 伤往很大 那伤往到什么 伤往到 你当我再来 只有八十公尺 这个地方 你不能当我再来 你那里一动的时候 敌人就把你打死 10月20日 日军参谋本部 被迫决定 从华北战场 抽掉三个师团的兵力 增援上海 这三个师团 是柳川第十军的 中岛18师团 莫松114师团 和古寿夫的第六师团 从整个战略的观点来看 他们从华北调兵南下 虽然我军付出了 十分可观的代价 但是日军 由北到南的作战轴线 终于被我们成功的名称 10月25日 日军出动了军机 150架次轮番轰炸大厂 26日 日军声称 南宫不落的大厂 终于陷落了 大厂的陷敌 使松户战局 有了大幅度的转变 因为大厂的沦陷 使渣北这一带的防区 也失去了死守的意义 于是我军 便开始进入 本战役的第四阶段 退了 11月5日 柳川的先头部队 中岛师团 和古寿夫师团 在杭州湾的金山位登陆了 13日 十六师团等 又从白毛口登陆 朝长熟方向推进 就像一把大钳子 把上海地区夹得死死的 松户一役到此已成定局 我军且战且退 一直到11月13日 才完全撤离松户战场 从813算起 整整三个月 八卫装饰 完全是八十八十的 乌尔斯团第一 其他的部队 右军呢 都是逢的民人 转移整体的 就向敌尔先退了 这样子 所以就叫做故军呢 八十八师的乌尔斯团 这个营 从10月27日到30日 为掩护从江湾退下来的 十几万部队 坚守四行仓库四天 敌军六度冲入房地 军备集 后来英国人 以苦手无益的人道关怀 准许孤军退入租界 孤军苦手四行仓库的壮烈时机 由夏之秋普的 哥八百壮士一曲 扬名全国 连炮火中送齐的女童军 杨慧敏 也名垂青史 松户之战 是抗战八年之间 规模最为庞大的一次会战 我军先后投入战场的兵力 多达71个正规师 及地方部队 约75万人左右 而日军这方面 动员的正规军 约当九个师团 总计在25万人以上 这种规模为二战之间 这一役 双方伤亡人数 官方没有正式统计 根据孙元良计算 日军约五万人 我军至少十八万人以上 其中团长以上阵亡者 超过三十位 黄埔学生十八位 占全数三分之二 营长至少五身以上 黄埔学生很难统计 这一年八月 正值黄埔第十一期毕业 连同第十七两个总队 共2830人 全部下部队担任连排长 也是伤亡率最高的军官群 我们很惭愧 未能将他们的英名 搜集齐全 长留青史 松户这一役 蒋介石毫无保留 精锐进出 在反登陆作战中 守第一线的 几乎全是中央军 从师长到排长 百分之八十是黄埔子弟 他们拼将投入 为国抛的黄埔豪气 感应了有军 也感动了国人 这些人 用他们的生命粉碎了 日军三月王华的狂言 为国家争取了九十天宝贵的时间 更重要的是 扭转了日本由北向南进的 清华战争轴线 而被动的被我们牵着由东向西走 因此 我们虽然丢了上海来 但对整个国家的存亡而言 松户之一 人可以说是决胜的地狱战 爱在桶里不朽 爱在桶里不朽 家国幻边山河依旧 血泪在石车里 石车在墨碑里不朽 没有什么能阻挡 岁月的子弹 国家的墙在记忆里不朽 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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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